潘安邦人生最难熬的时刻 莫过于父亲和并谋对抗的那一段日子 就在潘安邦看到人生的同时 他为父亲写下了这一首歌曲 爸爸有双草鞋 搁在鞋柜上 他常默默的盯着他望 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 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 引出这段故事 好长 好长 早些是船 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咛在漫长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 充满希望的起航 起航 船而行到黄河岸 厚厚的黄土对上船 夜来停泊青沙掌 天明摇摇山海关 草鞋是船 草鞋是船 巴巴是帆 奶奶的叮咛在漫长 一股里香的愁 长夜满墙 梦然回首又要起航 起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 东庭湖静雾下看 厚眉山下好荒凉 不堪回首泪安排 草鞋是船 草鞋是船 巴巴是帆 不过的定名不敢忘 强人无奈笑别的悲伤 心事淡淡又将起航 起航 船而行到澎湖湖湖湾 多了妈妈来草江 身心宽宽成情 疲惫疲伴 又重破了许多风浪 草鞋是船 巴巴是帆 远远的故乡在召唤 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 全航的船 快来靠岗 靠岗 全航的船 快来靠岗 靠岗 全航的船 快来靠岗 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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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岗